诸位老帝族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帝六帝九帝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加信 四帝之信三页 于宇平时 则我待人不恕 甚为切荡 常未月月书信 徒以空言则地备 却又不能时有好消息 令唐湛文之言 一帝被粗俗庸禄 使帝被无帝可荣云云 此数语 凶独之不绝旱下 我去年曾与九帝闲谈云 为人子者 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 为诸兄弟聚不及我 这便是不孝 若使祖党称道我好些 为诸兄弟聚不如我 这便是不梯 何也 盖使父母心中有咸鱼之分 使祖党口中有咸鱼之分 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 按用积计 使自己得好名声 而使兄弟得坏名声 必其后日之嫌隙 由此而生也 刘大爷刘三爷 兄弟皆想做好人 足志是如愁愁 因刘三爷的好名声与父母足党之间 而刘再爷的坏名声故也 今四弟之所则我者 正是此道理 我所以读之汉下 但愿兄弟五人 各个明白这道理之子互相原谅 兄弟得坏名为优 弟兄以得好名为快 兄不能尽道 使弟的金名 是兄之罪 弟不能尽道 使兄的金 名 是弟之罪 若各个如此存心 则亦万年无仙界之嫌疑 衡阳风俗 只有东学要紧 自五月以后 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 同学之人 类皆拥彼无智者 又最好善孝人 其孝法不依 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 四弟若到衡阳去 必以汉林之地相效 博俗可恶 相问无朋友 时事第一恨事 不为无义 且大有损 习俗软人 所谓语抱于处 亦语之句话也 胸长于九弟道极 为衡阳不可以读书 连眼不可以读书 为损有大多故也 今四弟义必从决安诗 由 则千万听凶主父 但取名诗之意 无受损有之损也 皆到此信 立即律后二道决安诗处授业 其树修今年仅具前十卦 凶于八月准复回 不至累及家中 非不欲人封 时不能耳 凶索罪律者 同学之人 无至西游 端节以后 放散不逝世 孔地与后二孝有耳 切戒切戒 凡从诗必久而后可以获益 四弟与祭地 今年从决安诗 若地方相安 则明年仍可以游 若一年换一处 事即无恒者见一丝千也 欲求长尽难以 六弟之信 乃一篇绝妙古 文 排百似昌黎 敖狠似半山 语论古文 总须有倔强不逊之气 欲傲欲深之意 故于太史宫外 读取昌黎半山两家 论诗意取傲物不群者 论字一人 每续此意而不轻谈 尽得何子珍 意见及相合 偶谈一二句 两人相视而笑 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记妙笔 往时见地文艺无大其特者 经观此信 然后知无地真不除才也 欢喜无极 欢喜无极 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 无地皆为之可以 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 恐其见成彭党 所见甚是 然地 尽可放心 凶罪怕标榜 常存黯然上言之意 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 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虚心 亦切众四弟之病 四弟当是为良有要时之言 信中又言帝之牢骚 非不仁之热忠 乃至是知悉音 独至此 不胜枉然 恨不得生两次呼飞到家 将老弟劝慰一番 纵谈数日乃快 然向使诸弟已入学 则谣言必为学院奥舵 众口朔今 何从便起 所谓赛翁师马 安之非福 苛名迟早 时有前定 虽悉音念怯 正不必以虚名吻怀尔 来信言礼记书一 本伴 浩浩茫茫 苦无所得 今已尽弃 不敢赴阅 现读读诸子纲目 日时余夜云云 说到此处 不胜悔恨 恨早遂不曾用功 如今虽欲较地 辟忙者而欲倒入之大徒也 求其不悟难以 人凶最好苦思 又得诸亦有相至正 于读书之道 有必不可一者数端 穷经必专一经 不可犯物 读经以言寻一理为本 考据明物为末 读至有一奈自觉 一句不通 不看下句 今日不通 明日再读 今年不通 明年再读 此所未奈也 读始之法 莫妙于设身处地 每看一处 如我便于当时之人 愁作孝语于其间 不必人人皆能济也 但济一人 则恍如皆其人 不必事事皆能济也 但济一事 则恍如亲其事 经以穷礼 时以考试 舍此二者 更别无学矣 盖自西汉已至于今 十字之如 约有三图 约一理之学 约考据之学 约辞章之学 各执意图 互相诋毁 凶之思义 已扮一理之学最大 一理名则功行有要 而经济有本 辞章之学 一名已发挥一理者也 考据之学 无五曲焉矣 此三图者 皆从事经史 各有门禁 无以为欲读经史 但当研究一理 则心一而不分 事故经则专一经 史则专主一理 此皆守约之道 却乎不可一者也 若夫经史而外 诸子百家 汉牛冲动 或欲悦之 但当读一人之专辑 不当东翻西越 如读昌离集 则目之所见 耳之所闻 无非昌离 以为天地 兼除昌离集而外 更无别书也 此一集未读完 断断不患他集 一专字绝也 六地谨记之一 读经读史读专辑 讲一理之学 此有智者万不可一者也 圣人父起 必 从无言以 然此意谨为有大智者言之 若夫为科名之学 则要读四书文 读是律父 头绪甚多 四地九地后二地天资较低 必须为明之学 六地既有大智 虽不科名可也 但当手一奈自觉尔 观来信言读理计书 此不能耐者 免知免知 凶少时天分不甚低 绝后日与拥彼者处 全无所闻 翘背茅塞久矣 即已未到今后 时有智学师古文 并作字之法 亦苦无良有 近年到一二良有 知有所谓经学者 经济者 有所谓功行实践者 始知犯寒 可学而至也 马迁寒玉亦可学而至也 承诸亦可学而至也 盖人思尽敌前日之乌 以为更生之人 以为父母之孝子 以为朱棣之先导 无辱体气本弱 耳鸣不止 稍稍用心 便觉劳顿 每日思念 天际限我已不能息思 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 故近日已来 一波疏散 来信又言四地与祭地 从有觉安失 六地九地仍来经中 或一夜城南云云 凶欲得老地共住经中也 其情如孤艳之求草也 自九地心丑丘丝归 凶百计挽留 九地当言之 即至去秋绝计 难归 凶时无可如何 只得听其自便 若九地今年复来 则一岁之内 忽去忽来 不是唐上诸大人不肯 即旁观义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 且两地同来 徒废须得八十金 此时时难错办 六地言能自为时 亦为历甘苦之言而 若我今年能得一差 则两地金东与诸孝山同来甚好 如六地不以为然 则再写信来商议可也 九地之人 写有事详细 稀话说太短 凶则美美太长 以后结长补短为妙 姚皆若有大事 朱地随去一人 帮他几天 穆云皆我掌 信 何以全无回信 无乃嫌我话大直呼 伏击之事 全部足信 九地总须立志读书 不必想及此此等事 既地一切 皆须听朱勉话 此次哲并走甚及 不暇抄日记本 于荣后告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 不暇抄日记本 不暇抄日记本 不暇抄日记本